四字而解 习题第22题 这个贝极分难数是根号 3加214-S平方分之1 贝极分难数 那这情况呢 你要用到 因为F是负的 所以可能会想到这个公式 根号1-U的平方分之1 DU 是AXAN U 所以首先呢 你要想到这个公式 想不到的话 这题大概就解不出来 所以我们看一下 这根号 3再加上2X-S的平方 会等于根号 3减掉 这是S平方 再加 再减掉2X 这个提出一个负号 S平方-2X 那这会等于根号 3减掉 这中挂幅 这是S-1的平方 你减 这个是减的1要再加 加的1要再减1 变成这样子 会等于根号 3减掉 S-1的平方 S-1的平方 那减减变再加1 所以会等于做到最后 会等于4减掉 S-1的平方 再把4提到根号外面 12根号 1减掉2分之 S-1的平方 这是1 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U 就会等于2分之 S-1 所以你要自己要配方 不会你自己外面做 利用背面来做 我们看打字的 我们看打字的 所以一开始一定要会配方 一定要会配方 我们看solution solution 给它配方 给它配方 4减掉 这个已经省了一个步骤了 4减掉挂幅 1减1的平方 再把4提到根号外面 4把它提到根号外面 那现在我们U呢 是2分之1减1 那我们要DU 我们要DU 我们是根号 1减U平方分之1 1减U的平方分之1 要DU 是xNU 是xNU 再加C xNU再加C 所以这个2跟2就可以消掉了 2跟2就可以消掉了 但是xN 2分之s-1 再加C 所以答案呢 是xN2分之s-1 挂幅再加C 准备写个答案 所以用的基本概念 你要有 用的东西呢 我们用的东西是根号 1减U的平方分之1的DU 我们是用到这个公式 xNU 再加C 再加C 那你要知道U是谁 然后再利用数捷法 这样速度才会快 这是我们四则解的习题 第22题